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石兄 作者 夜火微凉 第131章 圣团长格言 做人要谦卑 没人看见的事情 等于没发生 大庭广众之下 夜流空只是因为一只打火鸡 就急了 周围的宾客面面相去 不是 天赤圣团的圣团长 是这个尿性吗 而夏远阳和唐天赐等人 却是习以为常 他们已经习惯了 毕竟 夜长安可是这位的养子 夜长安什么尿性 混是大魔王 你还指望交出 夜长安这种性格的人 能是什么正经人 而且 夜流空这个人 很抽象 好了好了 不跟你一般见识 他拍拍手 秦老兄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逆子 做事情太不分轻重了 夜流空大声笑道 我教育过你多少次 不要欺负弱者 做人要谦卑 你看看 动不动大打出手 你这什么德行 他骂了两句 夜长安却是用 鄙夷的眼神看着他 不是你说的 讲道理没用 但就完事了 嗨嗨 夜流空差点被烟呛去 不是我 我没教过 胡说八道 你记错了 夜长安 抱歉啊 秦老哥 小孩子不懂事 这样吧 我们来聊聊 赔偿的事情吧 夜流空拍拍手 赔偿就算了 我就原谅你们这一次了 秦鸿光黑着脸说道 这夜长安在自己女儿的生日宴上 送来了好几个大嘴巴子 而且还把他女婿儿子揍了一顿 差点把他秦家庄园仙了 按理说 确实是要赔偿 但是他也不好意思问天赤圣团药 毕竟夜流空不好惹 啊 算了 谁允许的 当事人允许了吗 怎么能算的 夜流空坚决摇头 这次 我家小崽子精神层面受到了恐吓 这事情不能算的啊 秦鸿光一愣 接着他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你的意思 是我秦家给你赔偿 夜流空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不然呢 难道还我们给你吗 秦鸿光 我特么百分号 与与与兴号 与兴号 老哥啊 你不是想不承认吧 你那嗓门这么大 我听了都害怕 更别说 我家小安子了 他可还是个孩子 秦鸿光脸都黑下来了 可夜流空还在继续说着 老哥 我们和气生财 我不想把老哥变成老灯的 强忍着怒气 秦鸿光冷声开口 放屁 明明是他夜长安 先来我秦家庄园闹事 其辱我姐 殴打我个 重伤我姐夫 这时 一旁的秦浩然坐不住了 跳出来破口大骂 啪 夜流空隔空一巴掌 抽在他脸上 把他抽飞十几米 不是 你乃知啊 夜长安嘴角抽搐不已 他想起了这老灯说的 做人要谦卑 你就是这样谦卑的 夜流空 你过分了 秦鸿光气的浑身发抖 你说的对 我确实有些过分了 夜流空认可 是的点点头 秦鸿光这才好受了一些 所以 肿吗 老灯你不服 给你点颜色 要开染房了 夜流空 谁给谁颜色 是谁在咄咄逼人 秦鸿光的脸色 长成了猪肝色 你就说赔不赔吗 他吐出一口浓烟 就这样涂在了秦鸿光的脸上 陪什么 在场众人都看见了 是谁先闹事的 我秦家凭什么要陪 秦鸿光从牙齿缝里 挤出这几句话 证人啊 夜流空摸了摸鼻子 刷 金色的天之剑 出现在手中 他拄着天之剑 看着一众宾客 你们看见了吗 众人一个哆嗦 没看见 我眼睛瞎了 我是白内障 我三千度近视 昨天刚好把眼角膜捐了 五百零二 胶水滴眼睛里了 众人纷纷摇头 你看 他们都说没看见 我们讲道理啊 没人看见的事情 不就等于没发生吗 可是 我看见你欺负小安子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 你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 我秦家可以作证 你秦家说了不算 那凭什么你说了就算 你猜 秦红光 没错 这就是夜流空最抽象的地方 他是出了名的护短 夜长安护短的性格 也是从他那学去的 自己人错了 等于此事无伤大雅 别人错了 就是岂有此理 然后追究到底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两人一个老流氓 一个小流氓 你到底赔不赔呀 我时间很宝贵的呀 夜流空又点上了一支烟 烟雾又喷秦红光脸上了 我秦家若是不赔怎么办 那就别办了 开打吧 你找个地方 朝阳公园约一家 秦红光 你要什么 看着给吧 随便给个十颗八颗的金玉吉寿 和差不多了吧 夜流空无所谓的说道 给他 秦红光从嘴角挤出两个字 附件 秦昊月看上去很不甘心 我叫你给他 掌管秦家财政大权的 就是秦昊月 好 给 等夜流空拿到八颗金玉吉寿盒的时候 他一脸的笑意 唉 开个玩笑嘛 老哥可真是客气 既然你一定要给我 那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小子 赶紧装好 等一下人家要反悔了 说着他将寿和递给叶长安 好了啊 多谢光顾我生意啊 下次有机会继续啊 老哥 秦红光脸颊抽搐 没有下次了 唉 这可不好说了 夜流空摸着下巴玩味地说道 那大家吃好喝好啊 我就不过多地在这里打扰了 如双小妹妹 生日快乐啊 他还对着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的 秦如霜 挥挥手 人家的脸色更难看 这还快乐得起来吗 秦家 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情 今日之事 尚未结束 我只是 为洛明讨了个利息罢了 来日 他会亲自上门清算 你们若是不想 把仇给结死了 劝你们赶紧收手 否则 啪 一个巴掌 落在他的脑袋上 你小子 黑色会啊 不学好 还在这方狠话 我都教育了你多少次了 做人要谦卑 你怎么听不懂呢 叶流空拖着叶长安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秦家庄园 在场宾客面面相去 他们算是对谦卑这个词 有了全新的理解了 当叶流空说出 做人要谦卑的时候 那他一定不谦卑 本章完 第132章 天赤令出 庇护者落鸣 人类的未来 诺 拿去吧 离开秦家庄园之后 叶流空将一枚令牌丢给叶长安 这是 天赤令 叶长安面露骇然之色 天赤令是天赤圣团专门给圣团中 杰出的年轻人 发放的精英令牌 持有这令牌 便意味着 此人是天赤圣团的庇护对象 令牌主人若是生死 天赤圣团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其报仇 这一块令牌 代表的 就是天赤圣团的态度 也是叶流空这尊天王的态度 这一次 天赤圣团正式宣布 庇护落鸣 一直以来 虽说有你叶长安为他护导 可言下局面波澜诡诀 有些人你镇不住 不过没关系 你镇不住的人我来镇 你做不到的事我来做 你保不住的人我来保 从今天起 他背后站着的 是我天赤圣团 谁动落鸣 那就是和我天赤圣团不死不休 一代天骄在成长过程中 必然会有强者为其互道 不然 中道崩促者比比皆是 如他叶长安 若是没有当年的叶流空互道 他早被帝都大族宰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而叶流空也一样 上一任天赤圣团的老团长 为其互道 在决战十三号怪兽的时候 老团长身死 叶流空力排众议 成为新一任圣团长 带领天赤圣团征战废增守雄关 正是因为有一代代人的守护相传 才会有屹立言下之巅的天赤圣团 叶长安是下一任继承人 而洛明也是被选中的存在 除此之外 魔都方面 萧平安与那唐延黄同时走了一遭 虽然不知道李氏之中发生了什么 但那一夜 整个魔都都能听见李氏霸王李灵 那宛如雄狮般的震天咆哮 就连黄浦江都在翻滚 江水冲上天穷 直下三千里 而李氏那位年迈的老祖宗 更是亲自言成了李灵 罚其闭关两月 不得走出李氏门庭一步 李远行好歹是上一任天王级存在 若把李氏逼急了 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是啊 我言下天王战死在山海雄关的不知何解 可躲在族中不出 苟且偷生的 当真是少见 他李远行也是好样的 黄浦江畔 萧平安和唐延黄 两位言下巅峰人物 并肩而立 以言下九大天王为例 一般来说 只有钱带战死时 天王为空缺 才会举行天王战 让新的天王顶上 如那天赤圣团的上任圣团长 便是如此 可李氏的李远行 他是自愿退去天王宝座 从那个位置上走下来的 否则 他必须得在山海雄关之中 战斗到死 眼下的天王是荣耀 也是枷锁 一旦上了这个位置 要么战斗到死 要么就选择成为逃兵 天赤圣团的老团长 选择了前者 而李氏李远行 选择了后者 哎 眼下内部的勾心斗角 权力纷争 人类联邦 蓝星诸国的相互算计 银银狗狗 甚至还有墙壁外横行的怪兽 虎视眈眈 山海雄关之外的万古炼狱 万兽滔天 尸骸遍地 人类该何去何从啊 肖平安叹气道 不由得心有戚戚 难掩悲痛 三十年前 他的哥哥 原言下九天王之一 在十三号怪兽之王复苏之前 先锋兽朝一战 便已经身受重伤 伤及本源 可即使如此 在怪兽之王降临山海雄关的时候 他还是拖着残躯 悲观远行 一战彻底将自己葬在了 那块未知的土壤 平安 你要知道 我可以死 死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可是眼下不能破 墙壁不能破 因为这面墙的背后是希望 是千千万万的星火 而星火 终有燎原的一天 回过神来 盯着眼前翻腾的江水 萧平安摇摇头 放心去吧 哥哥 这么多年 我创立岩下大学 培育天骄 现在我已经找到星火 找到希望了 我会保护好他 此后如今没有聚火 他便是唯一的 光 悠悠转醒 眼前是雪白的天花板 嘶 头疼 洛明撑着身体起来 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 一愣 这是我的房间 回来了 嘎吱 房门打开 夏清城小心翼翼地 捧着一锅粥 走进房间 啊 洛明你醒了 他面露惊喜之色 治疗科的老师真厉害 他说你三天后就会醒 真的不差分毫 三天啊 洛明揉了揉脑袋 这九死九孽盘的威力 确实强 但是后遗症也要命 一次就让他睡了三天 这要是没有解决掉敌人 足够他死三一次了 咦 我竟然 突破了 洛明面露惊讶之色 自己的等级 竟然提升到黄金级一阶了 这也是九死九孽盘 带来的好处吗 神皇孽盘之后 获得新生 完成蜕变 好厉害 洛明感到惊讶 如今他掌握四种神兽的强大力量 辅助的饕餐 压制的真龙 杀戮的白虎 以及负责远程的神皇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短板了 洛明 我煮了粥 你饿了吗 这时 夏清城端着一碗鸡蛋粥 递给了洛明 啊 不提还好 一提到这个问题 洛明就感觉 胃部一阵抽搐 觉醒了饕餐之后 他的食量本来就很大 更别说睡了三天了 已经快饿到 想把自己吃了 谢谢 他接过鸡蛋粥 喝了一口 微微皱眉 没放盐 你还是生的 不对 为什么还有甜味 可是他现在实在是饿极了 三下午除二 就喝完了一碗 熟不熟无所谓 反正他吃铁块也能消化 还要 真的吗 夏清城面露惊喜 这是他第一次下厨 没想到 竟然大获成功 看洛明这么喜欢吃的样子 自己煮的一定很棒 难道我真有做饭的天空 夏清城不由得暗暗骄傲 已经谁在说 富家大小姐 食指不沾阳春水 他第一个不同意 眼见洛明一口气 将一砂锅的粥都喝完了 他更是笃定了自己的猜测 他夏清城 必然是有做饭天赋傍身的 收拾餐具的时候 夏清城看见锅底 还留着少量的米粥 他轻轻刮了一勺 来尝尝我夏大厨的手艺 一口塞入醉中 真难吃 呸呸呸 这么难吃 洛明是怎么吃下去的 他赶忙到了一杯水漱口 难道说 他是为了不让我难过 才强撑着吃完呢 夏清城心中一阵感动 洛明人真好啊 本章完 第133章 夜长安置 他凭什么 就凭这个 阿帖 奇怪 有人在惦记我吗 洛明揉了揉鼻子 一脸的疑惑之色 他从床上下来 穿上衣服 这次的任务 虽然多了些波折 但完成的 也还算是成功 作为名城小队的 出道站来说 不差 回头还得写一份报告 送上门去 洛明揉了揉眉心 打开手机 他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一百多个未接来电 洛明 你看见了吧 夜前被为你出手 都打上秦家老宅了 听说秦如双那毒妇 被当众抽了好几个大嘴巴子 实在是太解气了 这是唐默默发来的 洛明 天赐圣团圣团长 也已经出面了 这一次 秦家糗大了 这是赵已然发来的 虽然 我不太喜欢你 但是秦家 被奏确实解气 而且 魔独李氏 也已经被警告了 这是楚清明发来的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人 比如陈慧啊 陆成啊 洛明 你在学校吗 十五分钟后 我会赶到你们学校 洛明看了一眼 这是十四分钟前 夜长安发来的信息 那不就是说 啊 一阵惊天动地的龙银之声 响彻整个沿下大学 洛明抬头看去 一道宛如流星般的璀璨荧光 恍若银龙般 划过虚空 低头一看时间 刚好十五分钟 夜长安前辈真准时啊 他走出宿舍 而此时 那震天动地的龙银之声 也是吸引了不少学生的目光 以示哥 刚才那龙银盛 你说是谁降临年夏大学了 在高年级的学生宿舍 有几个年轻人 聚在花园中烧烤 为首的年轻人 赫然便是赵以然的哥哥 赵以示 他端着啤酒 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 应该是九霄银龙夜长安吧 前几天我去过 帝都天赤圣团的考核 参加过他们的一个精英考试 赵以示淡淡地说道 精英考试 是指那个只要通过考试 就能成为精英队员 获得天赤圣团庇护资格 手持天赤令 甚至未来有机会成为 圣团大人物的精英考试吗 有人惊讶地说道 赵以示点点头 我已经通过了考核 只是没有发放天赤令而已 这次 夜长安副团长 应该是为我送令牌来的 赵以示傲然一笑 他是严夏大学的天骄 而且有资格参加百国大赛 他有资格说这话 走吧 去看看 说着 起身带着众人 朝着外边走去 哗啦 一道荧光降临在大地上 果然是夜长安 赵以示微微一笑 朝着夜长安迎去 夜副团长 麻烦您特意跑一遭了 哎呀 您事务繁忙 这种事情 找个队员 送过来就行了吗 赵以示一脸的笑意 结果夜长安静止和他擦肩而过 说了十五分钟 就是十五分钟 怎么样 我守时吧 夜长安来到 站在不远处的洛明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小子 身体还挺硬朗的 我还以为你 躺在床上虚脱 退化成虚左之男了 洛明 你怎么不笑 我这个冷笑话 不好笑吗 夜长安皱眉道 老银可是告诉我 这冷笑话的威力 一般人挡不住的 洛明 说得很好笑 下次别说了 好了 小子正经点 不开玩笑了 洛明 不是你先开玩笑的 我这次来 是有一样东西 要送给你 你猜一下 不想猜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那个 夜前辈 我们这样有点暧昧了 夜长安马上撤回 拉着洛明的手 嗨嗨 我是帮老灯 也就是圣团长 来转交这样东西的 说着 他掏出一块赤金色的令牌 天赤令 从今天起 持有天赤令 你就是我天赤圣团 全员庇护之人 谁要是敢动你 天赤圣团下到普通队员 上到圣团长 都会不惜一切代价 为你报仇 夜长安语气转冷 谁若敢欺你背后无人 我的白银龙枪 圣团长的天之剑 都会教他们做人的 他语气吭腔 净显锋芒 周围的学生 都瞬间打了个寒战 夜长安的气势太凶了 都说这里洛明是平民 实际上呢 人家现在的后台老大了 可这时 赵乙是不高兴了 凭什么 夜副团长 我不服 他大步地朝着夜长安走来 明明 我已经通过精英考试了 为什么这块天赤令 不是给我的 而是给他一个 执行二星级任务 都会重伤的废物 赵乙是看上去非常的不甘心 夜长安瞥了他一眼 谁告诉你 通过精英考核 就能获得天赤令的 除了实力和天赋 品行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重点 不过这些只占三成 赵乙是一愣 那剩下七成呢 演员 演员 赵乙是猛圈了 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看演员 比如说 我看洛明顺眼 看你不顺眼 那就是不和演员呗 夜长安撇了撇嘴 这 这是什么歪理 抱歉 这不是歪理 是我的道理 他哪一点比得上我 他的实力远不如我 是 但是他年纪比你小 他执行二星级任务 都会重伤 说到这个 夜长安冷冷一笑 赵家赵乙是世吧 你没有问过你家长辈 昨天帝都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来告诉你 洛明为什么会重伤 因为 他一个人面对着 来自秦家的十二位杀手 这十二位杀手的实力 都在黄金级五阶之上 其中更是有一位 钻石级一阶的存在 洛明背水一战 最终 十二名杀手 被他一个人剿灭 那个钻石级一阶的杀手 也被他亲自斩下了头颅 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他 不选择你的原因 你觉得 说了这么多 你还配合他比吗 夜长安置地有声地说道 怎么可能 一个人击败钻石级一阶 他才刚刚踏入黄金级吧 不 在此之前 我是白银级十阶 洛明平静地说道 死 围观的学生都倒吸一口凉气 全都满脸震惊地看着洛明 白银级斩杀钻石级 这是什么怪胎 他是怪兽之神的私生子吗 相比之下 洛明竟然只是昏迷了三天 要是他们骨灰都留不下来了 这 赵已是彻底猛逼了 这是他第一次在一个新生面前吃扁 本章完 第134章 言下御露甲 陆宁的经历 夜长安没有在搭理赵已是 他一个人站在原地 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的变化不已 抱歉了 夜副团长 是我鲁莽了 走 他手一挥 便带着几个跟班离去了 不带半分的犹豫 人话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 要是再在这里待着 那就是他自取其辱了 哼 夜长安瞥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他上手给洛明整理了一下衣领 这一次 我和圣团长走了一趟帝都请假 而萧校长和你堂前辈去了魔都里 也算是打压了一下这两族 短时间内 他们应该是不会再对你动手了 只是 如今言下的局面波澜诡诀 有些事情 我们也不能做死了 所以 你还是得抓紧时间 提升自己的实力 只要自身够硬 什么妖魔鬼怪来了 都是白打 夜长安提醒道 多谢夜前辈提醒 洛明汉首 行 那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夜长安点点头 旋即便是要转身离去 就在此时 一声大喝传来 等一下 一道人影 快步从别墅之中跑出来 夜副团长 请等一下 我要加入天赤圣团 洛明回眸看去 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自己的室友兼学长 陆宁 虽然他还是穿着那套女装 但看上去 好像确实和以往不太一样了 缺少了些活跃的脾性吧 想加入天赤圣团 可以等你毕业后 通过正规的考核 就能成为圣团的一员 现在 你跟我讲也没用 叶长安摇头道 考核 请您现在就考核我 陆宁大声说道 你 叶长安摇摇头 天赤圣团的考核 非钻世纪难过 以你现在的实力 差得太远太远了 即使如此 我还是要加入天赤圣团 请您现在就考核我 陆宁大声说道 他看上去非常的急切 陆宁学长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 你一定要急着加入天赤圣团 陆宁不解地问道 他是知道的 陆宁今年已经连续参加了两次考核 可是都以失败告终 天赤圣团正式队员的考核 是很苛刻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陆宁 能被破格授予天赤领的 寻常人想要加入天赤圣团 那难度当真是堪比登天了 让我来告诉你吧 你是 洛明同学对吗 只见不远处 别墅区外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 带着金丝眼镜的男人 大步朝着此地走来 小宁 你自己说的 今年若是无法加入天赤圣团 就会乖乖退学回陆家继承家业的 陆宁站在原地不说话 他握紧拳头 旋即抬起脑袋 我不会放弃的 今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一定会加入天赤圣团 呵呵 叶长安副团长 您觉得他说的话现实吗 西装男玩味一笑 你谁啊 阎夏玉 陆家 陆岩 哦 阎夏玉首富 陆家的那个养子 叶长安摇摇头 旋即又看着陆宁说道 虽然我想说一个月时间 以他黄金级三阶的水平 想要通过考核 不现实 但是事事无绝对 我不会把话说死 破局者看自身 就这样 告辞 对陆明 他可能还客客气气的 对别人 他是天赤圣团副团长 看不来的人 他不会跟你多说一句废话 这陆岩就让他很不舒服 这个人 太假了 刷 叶长安一步踏出 龙银震动 响彻云霄 年轻人 我提醒你一句 你不需要用任何东西来证明你自己 阎夏拿儿 只要踏入废墟 斩杀怪兽 哪怕是一个兵族 依然是我眼下的骄傲 陆宁仰望着天空 我不会回去的 我绝对不可能回去 我要加入军部 我要斩杀怪兽 我要为姐姐报仇 是吗 父亲母亲那边会怎么做 我可就不知道了 陆岩摇摇头 转头就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陆宁前辈 洛明不解地问道 我来告诉你吧 哎 陈慧从不远处走来 他叹了口气 这是宁宁的家事 我可以说吗 宁宁 陆宁点点头 如你所见 宁宁出生在阎夏域陆家 陆家是阎夏域首富 家族经营原材料供应的生意 更是帝都炎黄科技的第一供应商 三年前 陆家出了一个天之娇女 叫陆轩 那可真是一位女中豪杰啊 觉醒了SSS级天赋 三年之内 成为军部大队长 步入钻石级 同时也是天赤圣团的队员之一 可惜 在一次任务之中 陆轩陨落了 宁宁就是陆轩的弟弟 陈慧道 姐姐虽然是女孩子 可是性格非常的刚强 比我更像是男孩子 她经常调侃我的懦弱 甚至还给我穿上女装 绑起长发 每当逢年过节 她送我的礼物 也都是发卡 洋娃娃之类的 爸爸妈妈总是说 姐姐是火 我是水 一辙主内 一辙主外 方才能让陆家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家的规矩 就是男孩子要继承家业 所以 姐姐上战场 家里人是赞同的 但是我不一样 我是陆家的独子 我要继承陆家的家业 可是 姐姐死了 陆宁目光浑浊 我仿佛是想到了 什么恐怖的场面 姐姐的尸体 被送回来的那一天 我感觉整个世界 都崩塌了 那么英姿飒爽的姐姐 最后 回来的 竟然只有一条 沾满血污的手臂 她甚至连全尸 都没有保存下来 说来也奇怪 生前我总是 对姐姐有诸多的不满 嫌弃她坐姿不雅 嫌弃她吃饭巴鸡嘴 嫌弃她 把我当成女孩子一样捉弄 可是 姐姐死后 她生前的话语 却仿佛意志 萦绕在我的耳畔 于是我学着 将自己变成 姐姐喜欢的样子 穿上裙子 扎起辫子 学着使用化妆品 涂口红 擦粉底 不仅如此 姐姐未曾完成的事情 我也要去帮她完成 所以你才执意 要加入天赤圣团 洛明问道 陆宁点点头 我和爸爸妈妈有过约定 一年时间 若是我无法在一年之内 加入天赤圣团 我就会乖乖回陆家 继承家业 再也不去提征战 废墟一室了 一个月时间 以陆宁的实力 想加入天赤圣团 何其之难 只有陈慧清楚 当初为了考上 阎夏大学 就已经花了 她几乎半条命了 原来如此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洛明抚摸着下巴 突然间 她开口道 本章完 第135章 五星级任务 容颜巨厄 什么 真的有办法吗 什么办法 陆宁大喜 或许可以一试 不过陆宁学长 我先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哥哥陆岩 不能继承陆家产业 陆宁摇摇头 陆岩哥哥是养子 虽然他现在正在替我爸妈 打理陆家产业 但那只是代理而已 陆家代代相传的产业 必须得落在亲子的手中 他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那么 陆宁学长 你要小心你那大哥了 什么 岩下狱 陆家 所以 小弟说 希望二老再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再尝试一下 金碧辉煌的别墅客厅之中 陆岩恭恭敬敬地站在沙发前面 沙发上 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 什么 这个逆子 可嗨嗨 一个月时间 能做得了什么 就凭他 做梦吧 可嗨嗨 那中年男人气得 用力拍打着茶几 不断发出咳嗽声 不要太激动了 父亲 陆岩赶忙上前安抚 我没事 陆岩 不惜一切代价 赶紧把他带回来 给我带回来 别说一个月时间 一天都不能给他 陆父大吼道 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 我不能再把儿子 也送走了 他要是死在废墟中 我陆家就绝后了 陆岩目光闪烁 放心吧 父亲 我会把小弟带回来的 我现在就去着手准备 这一次 哪怕是绑我都会把他绑回来 说完 他大步离开客厅 在背过身的那一刹那 他那坚定的眼神 瞬间变得阴狠起来 我就是想让你陆家绝后啊 不然这偌大的家业 轮得到我吗 陆明 此话怎讲 陆宁面露不解之色 陆宁学长 这世界上最难测的是人心 最多的也是白眼狼 你不在乎陆家的产业 可不代表有人不在乎 你的意思是 陆岩大哥 他想要争夺我陆家产业 陆宁学长 要是你不小心死了 谁会变成陆家的最大受益者 我猜你的父亲身体不好吧 应该也不可能再生一个了 陆宁点点头 你是怎么猜到的 陆明学弟 你是福尔摩斯吗 陆明 心中暗自赋匪 这种权力之争 前世多看几部电视剧 心里门清楚了 其实你想要加入天赤圣团 不算难 因为我执掌天赤令 所以其实我个人的小队 都可以成为天赤圣团的边外人员 只要你愿意 加入我的名城小队 也算是半个天赤圣团的人了 毕竟 没人说边外人员不算数吧 所以 这并不难解决 但是 你唯一需要警惕的是你的大哥陆言 随着陆明的话音刚刚落下 抱歉了 小宁 爸妈说了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你带回去 陆言的人影 从远处大步走来 他用力扯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所以 大哥今天必须把你带回去 别看陆言看上去文周周的一身正装 可是他的实力 绝对不算差 碰 以人身之姿 上来就是朝着陆宁的肩膀扣来 抱歉了 这位兄弟 我这学长不想跟你回去 陆明单手探出 压住了他的手腕 在阎夏大学 只要不变身 就不算打架斗殴 不然 身为校外人员的陆言 肯定是要被警告的 而且他 他要是变身了 陆明也打不过他 不过人身就不一定了 我知道你 最近风头很盛的陆明 可这是我们的家事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陆言一个鞭腿 朝着陆明抽来 以他钻石级的实力 即使是人身状态下 也不是陆明可以抵挡的 所以他并不把陆明放在眼里 可他不知道的是 陆明可是拥有着 不死不灭龙皇区的 他就是一头人形灌兽 碰 陆明抬手轻松挡住了这一招 而后顺势扯住他的脚 一把将其推了出去 他是我学长 也是我室友 而现在 还是我的队员 这事情 我该管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碰碰碰 两道人影交错起来 电光火时间 便已经交手不下数十招 陆言狼狈的 被陆明一脚踹开 他揉了揉胸口 面露震惊之色 这小子实力 竟然当真如此的惊人 陆言大哥 我已经加入陆明的名城小队了 从今天起 我也是天赤圣团的边外人员了 所以 我已经实现了诺言 你可以这样回去跟爸妈说吗 陆言整理了一下领带 是吗 你真是讨巧了呢 不知道你姐姐知道了 会不会高兴 她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加入圣团 而你是依附着别人 陆宁的目光一暗 好 我会跟爸妈说的 陆言汉首道 接着 转身就走 陆宁眼中再度闪过黯然之色 陆言说的没错 不管是实力 还是天赋 他比之他姐姐都差了太多了 这是实话 可是他也不甘心啊 但为了那一线希望 便只能这样做了 唯有成为圣团成员 他才能再一次遇到 那头杀了他姐姐的怪兽 那头怪兽 容颜巨厄 他姐姐死前 最后传回来的一段画面 那一头怪兽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绝对绝对要再次遇见他 绝对绝对要亲手将他手刃 不惜一切代价 事业 清凉如水 陆宁 你不死 我去哪 陆家的庄园 陆言站在窗前 看着暮色 眼中闪过杀意 只有你死了 陆家才彻彻底底地属于我 你不是一直想要为你姐姐报仇吗 那么 这一次我成全你 陆言掏出手机 调出一张照片 赫然是一头山岳般的火焰巨鳄 在山林之中怒吼 仰天长啸 喷吐着灼热的烟烯 你想知道的容颜巨鳄的消息 就在这里啊 他点击了发送按钮 第二天 阎下狱军部任务栏上 一条明晃晃的任务公告出现在上面 讨伐赞石级六阶 S级怪兽 容颜巨鳄 任务难度 五颗星 这个任务一出来 整个阎下狱瞬间就炸了 五星级任务 这种级别的任务 根本不是几只小队能完成的 这是需要大队长级别的人物出面来啊 本章完 第136章 你们小队的名额 我要了 这是 容颜巨鳄 任务面板栏上 陆宁看着这张熟悉的照片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他仿佛回忆起了那一个雨夜 姐姐被送回来的惨状 那条白皙的手臂 死死地攥着一张老旧的照片 照片上是穿着男装的姐姐 和女装的她 容颜巨鳄 容颜巨鳄 我一定要杀你 陆宁眼中流露出浓郁的杀意 这是他生来第一次如此渴望的 要杀死一个存在 天大的消息 五星级任务出现 军部大队长邓白魁 第一时间拿下了这个任务 是啊 邓白魁现在在组织讨伐队 一个大队长级的人物 可以统帅五支以上的小队长 听说报名的队伍多达十二支 可惜人家只要五支 有邓白魁出手 这容颜巨鳄必死无疑 邓白魁是A级觉醒者 钻石级七阶的实力 绝对不会需这头容颜巨鳄的 这次任务的奖励很丰富 而且难度也不会很大 所以报名人数多也是正常的 则有选择了 一般的小队邓白魁大概率是瞧不上眼的 哎 我们队长挤破脑袋都想进去 可惜感觉没戏 这次报名的这十二支小队 队长实力基本都在黄金级五阶以上 全都是老油条 我们队长才黄金级三阶 估计是去打酱油的 谁不是呢 哎 陆宁回到了别墅 他想要参加容颜巨鳄的猎杀计划 可是他又不想因为个人的私事 让整个名城小队和他一起承担风险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好 哦 陆宁学长 你回来了 刚好 准备一下 要出任务了 洛明看到他郁郁寡欢地回来 眉头一跳 便是大声说道 哎 陆宁一呆 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洛明晃动着手机 讨伐容颜巨鳄的任务 我也接了 不过竞争压力有些大 但我相信 我们名城小队没问题的 洛明笑道 所以 准备一下吧 要开工了 走出别墅的时候 发现赵已然的那台大皮卡 已经停在外面了 一行人上了车 洛明 这次邓白奎带队讨伐容颜巨鳄 他的成员名单设置得非常清楚 黄金级五阶以下的队伍全部排除 目前来说 最有希望被他选上的是刘火 卓风 黑影 狂涛 金沙这五只小队 他们队长的实力都在黄金级六 七阶这个水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特邀嘉宾 说到这里 他语气停顿了一下 那个人你也认识 就是我哥赵已是 赵已然叹了口气 我是追随着哥哥的步伐 才来延下大学的 可是这些年 我发现 他性格变化越来越大了 变得狂傲 自大 变得目中无人 我总觉得 他已经不是曾经我认识的那个哥哥了 所以 洛明你要小心 我哥 或许会因为上次的事情 公报私仇 赵已然提醒道 若是你哥公报私仇 你又打算站在哪一边呢 洛明 你问这话 就太瞧不起我赵已然了 在我击败你之前 我永远都是明城小队的队员 既然是小队队员 那我就不可能背叛明城 洛明点点头 这样就够了 其他的就不用你担心了 这个资格 我一定会拿到手的 众人来到军部任务大厅 大厅无比的拥挤 好几只小队挤在一起 除了这些要参加任务的小队外 还有许多的吃瓜群众 哟 洛明 好久不见了 他看见上一次同行的刀狼 和吴刚门两支队伍 怎么 你们也要参与讨伐任务 洛明问道 两人连忙摇头 开什么玩笑 你这也太瞧得起 我们了吧 我们这去了纯纯泡灰 怎么跟人家别 你看那茬子 那就是邓白魁 还有其他参赛的队伍 最前面的五个人 就是这一次报名的队伍中 最强的五支队伍 如果你要参加这次任务 必须得淘汰其中的一支 只是 小队作战 看的不仅是队长个人的实力 还有队员的实力 刀狼有些担忧地看着洛明 洛明的实力 他是知道的 无庸置疑地强大 可是其他的队员 好像都显得太年轻了一些 在战力上 很可能跟这些身经百战的老油条 差得太远了 明城小队的阵容 你大可以放心 洛明笑道 大家都是天才 提升速度是很快的 这段时日 别的不说 赵已然已经达到了黄金级二阶 这实力 已经可以独立出去单干了 夏青城也突破了黄金级一阶 其他的楚清宁 陆成 唐默默 也都在白银级巅峰 而且还有陆宁 他的实力也是不差 黄金级三阶 虽然好像并不是擅长战斗的怪兽 几人朝着邓白魁的位置走去 嗯 有人注意到洛明等人 纷纷将目光转向他们 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朋友 有队长凑上前问道 明成小队 明成小队 他在名单上扫了两眼 而后一脸夸张的大呼 明成小队 十二支报名队伍中 唯一一支队长黄金级一阶的小队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的小队都纷纷大笑起来 原来 他们就是明成小队 那支小丑队伍 有一说一 黄金级一阶 我随便一个队员 去了 他们小队都能当的队长 就这实力 也敢来参加讨伐任务 我要是他们 报名都不敢 就是被当众拉出来编尸 真惨 几支小队队长摇头道 他们知道自己的队伍 没希望被选中 所以一脸无所谓的 在这边心灾惹祸 话说 明成小队 是不是之前干翻那个金师小队 成金航的队伍 这时 突然有人说道 哦 干翻了成金航 那还有点实力吗 不过 成金航那水平 也就接一接一两星的任务了 难度稍微高一点的 都能要了他的老命 最近不是听说滚回老家种田了 明成小队的落明吗 我知道你 沿下大学的新人王 炙手可热的新生 但是再怎么样 你也还是个学生 一个新人 等级摆在那 经验 实力 战绩都摆在那 这次任务不适合你 带着你的小伙伴 回去洗洗睡吧 找个足以电玩一下差不多了 叔叔给你报销 这时 一个蓝发戴耳环的中年男子 笑着开口道 你是谁 落明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狂杀小队队长 金策就是我 这次参与任务的五支小队之一 他淡淡地开口道 原来如此 落明汉手 行 那你回去洗脚吧 我给你报销 你们小队的名额 我要了 落明咧嘴一笑 开口道 瞬间 全场一片鸦雀无声 本章完 第137章 说不通的 直接开干 你是在跟我说话 听到落明的话 金策明显是呆了一下 不是跟你说话 难道跟你妈说话 喂 小子 你知道 我是谁吗 你之前不是自我介绍过 健忘症 年纪大了 老年痴呆了 一阵沉默 他们算是看明白了 这落明就是来找事的 而这金策 很明显 是撞他枪口上了 而且 这小子讲话 是真TM的狂啊 赵兄 这就是你一直跟我提起的落明吗 在几人争执之地 不是特别远的地方 邓白魁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起 默默地喝茶 是他 这个小子虽然狂 但是很有实力 赵乙氏语气不好地说道 当初在落明面前受的屈辱 他依旧铭记在心 但他赵乙氏 还没有沦落到 一大欺小 要给人穿小鞋的地步 一个黄金级一阶 再强能强到哪里去 哪怕他是SSS级 可金策也是A级觉醒者 而且有着黄金级六阶的实力 怎么想 这小子迎面都很小 甚至激进于无霸 邓白魁皱眉道 赵乙氏不想 跟他解释太多 邓白魁这种人 一辈子顶天了 也就能混上军部统领 那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他的眼界是很有限的 包括这些小队长也一样 在他们眼里 等级就是不容置疑的枷锁 没有人能跨越枷锁 所有人都被一个 叫做常理的东西所束缚着 可是这所谓的常理 对天才并不适用 天才的存在 就是为了跨越常理而生的 所以 邓白魁不会明白的 落明会赢的 邓队长 你看好就行了 摇摇头 赵乙氏便不再说话 他是不爽落明 但即便是他 也不得不佩服落明的实力 称一句 牛逼 但并不代表 他会吃下这个哑巴亏 他赵乙氏丢的面子 会用自己的手段 会用自己的手段找回来 喂 小子 我给你一个 不用给我机会 我给你一个机会 自动退出 大庭广众之下 我不想动手 落明脸上闪过无所谓的笑容 嘎吱 众人听到了清澈的咬牙切齿的声音 金策额头的青筋都好像在跳动 我倒要看看 你要怎么和我动手 金策愤怒地说道 刷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道黄金龙威冲销而起 红色的大场翻飞 拂过众人视线 而后 只见一声震耳欲聋的龙银响起 黄金色的身影 便是直接朝着金策冲去了 在落明动身的那一瞬间 赵乙然也瞬间窜了出去 黑影一闪而逝 冲向了狂杀小队的副队长 落明和赵乙然竟然在同一时间 动手了 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 说不通的 干就完事了 找死 狂杀小队的副队长 勃然大怒 金策也是脸色极其难看 这两个小辈太狂了 竟然二话不说 就向他们动手 他们狂杀小队 纵横沿下遇这么多年 没遇到过这么嚣张的学生 哄 黄金级六阶 和黄金级四阶的威压 同时爆发 两人瞬间就变身了 A级怪兽 猎齿金沙 B级怪兽 距离蟑螂 落明面色不变 他单手握拳 浑身龙威激荡 潮水般覆盖向四面八方 龙威 压制 而后 龙战术威压全面爆发 伸龙拳 动 一拳鸽 一拳鸽 鸽 鸽 一拳鸽空砸出 啊 震天动地的龙音声响彻 众人仿佛看见了一尊通体金黄的黄金巨龙 张牙舞爪地朝着金策扑咬而去 这是 什么怪物 金策眼中大海 他甚至都不敢和真龙的瞳孔对视 一对目光对上 自己的身体仿佛失去了力量 肌肉都凝聚不到一起去 给我滚开 他怒吼一声 想要驱散自己心中的恐惧 手中的利尺般的君刺 朝着洛明劈头盖脸的麾下 轰轰轰 两者的气势在任务大厅疯狂碰撞着 比起秦家的那些杀手 你差远了 洛明摇摇头 真容易 他左手直接拍在了君刺之上 碰 距离裹挟 金策的手臂一震 君刺竟然不由自主地脱手而出 反而被洛明抬手抓在了手中 而后 倒提君刺 抵在了 他的脖子处 同时 右手的真龙拳 已经快要落在他的鼻子上了 哄 一阵激荡的拳风 再加上震耳欲聋的龙吟声 最后 停在了 他的鼻尖之处 一粒黄豆般大小的汗珠 从金策的额头滑落 此时的他 只觉得浑身的肌肉都净乱了 身体都不受控制的在颤抖 洛明那一拳 若是彻底落下 能活生生将他的脑袋打爆炸 而与此同时 几乎在洛明拿下金策的那一瞬间 赵已然的黑剑 也落在了那位副队长的脖子处 一个照面 不过三秒 短兵相接 而后 狂杀小队正副队长 被拿下 这就是名城小队所展现出的力量 比起无用的解释 这更加有力 直接地封住了所有人的嘴 朱队长满脸骇然地看着洛明 先前出言嘲讽他的 一个个都颤抖着身体 强如金策 都不是人家的义和之敌 换了他们 一个巴掌就能给他们干飞到西伯利亚冰原去 全场寂静 鸦雀无声 就连那大队长邓白魁都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就是 言下天骄的实力 恐怖如斯 他无奈地苦笑 自己当真是小瞧了洛明的实力 赵兄弟慧眼 佩服 邓白魁叹息摇头 真的是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啊 今天这一幕 也算是 让他大开眼界了 好了 到这里就结束吧 邓白魁站起身 大步朝着他们走来 那么 这一次五星级任务 正是征讨熔岩巨厄的队伍 为以下五支 卓风 流火 飞影 惊涛 以及 明成 以上 出发 他面色肃然 大手一挥 宣布道 旋即 便是带头走出了任务大厅 其他五支小队 跟在他的背后 众人看着明成小队 一群少年少女的背影 不由地叹息一声 洛明此人 恐怖如斯 来到外边的时候 洛明一行人正要上车 小明 一道声音传来 不远处 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朝着他们走来 赫然便是 鹿岩 本章完 第138章 赤火山脉 讨伐容颜巨厄 我先上去了 洛明深深地看了鹿岩一眼 旋即便是爬上了皮卡车 鹿岩大哥 鹿宁有些紧张 又有些戒备地看着对方 鹿岩笑笑 赶忙摆摆手 别紧张 小明 这次不是爸妈叫我来抓你的 我知道容颜巨厄 一直是你的执念 我不会拦你的 鹿宁的表情 这才好看了些 你把这个戴上吧 说着 鹿岩从西装口袋中 掏出一只一尺长的法杖 法杖由金丝乌木制成 顶端还镶嵌着两颗龙眼大小的赤色金石 这是暴裂手杖 镶嵌了暴裂金石 关键时候 可以使用两次 足以重伤一般的钻石级怪兽了 你带着防身吧 鹿岩笑着说道 好 谢谢鹿岩大哥 鹿宁点点头 不客气 加油 一定要杀了容颜巨厄 为轩报仇啊 鹿岩笑笑 伸手揉了揉鹿宁的头发 放心 我会的 揣着鹿岩给的爆裂手杖 鹿宁这才转身上了皮卡车 洛鸣坐在皮卡车上闭目养神 可刚才发生的一幕 却是被他看得清晰 若是要有动作 没有比这一次任务更好的时候了 这次绝对能揪出他的狐狸尾巴 他目光闪烁 心中暗响 以邓白奎为首的五支队伍 通过传送阵 朝着废墟之外赶去 根据爆料人的信息 这容颜巨厄 是一支雇佣兵小队 在采摘临职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的 那时候 在火山山顶 容颜巨厄对着天空发出怒吼 喷吐着灼热的气焰 位置虽然不算清晰 但是有容颜巨厄的地方 一定有火山脉 这种怪兽生活在岩浆之中 只有捕猎的时候 才会走出岩浆 所以 基本上位置很明显了 就是这 赤火山脉 邓白奎指着地图上一处 被标红的位置说道 赤火山脉的温度很高 汽车只能停在山脉之外 五公里的地方 到时候 我们得变身怪兽 徒步徒入 邓白奎开口 不多时 车队就赶到了赤火山脉之外 太热了 哪怕隔着赤火山脉四五公里地 但是那灼热的气息 依旧蔓延在空气中热浪扑面而来 踩在大地上 都是烫脚的 难怪说 车子要是靠近 可能会爆胎了 这个地方算是客场作战 和熔岩巨鳄打起来 恐怕会有劣势 赵以士眯了眯眼睛道 我一个人不一定能拿下这头怪兽 所以请赵兄弟来帮忙 邓白奎笑笑 地理优势 确实能对战力有明显的增幅 这样吧 叫他们在山脉外面堵着 我们两个进去把熔岩巨鳄宰了 完成斩首任务任何 赵以士问道 可以 只不过 除了熔岩巨鳄 山脉中应该会有其他的怪兽 或许我们需要带一只队伍进去清场 邓白奎皱眉 不仅抵御灼热的岩浆 还要和熔岩巨鳄开战 他们的消耗会非常巨大 那就 讲明城小队吧 赵以士瞥了眼洛鸣等人 他们的实力 有目共睹 就我们两个人带着明城小队进去 然后其他四支队伍 在外界封锁防线 若是熔岩巨鳄出逃 竭尽全力拦住他 就这样 很快 众人之间就达成了一致 洛鸣几人 就跟在邓白奎两人的身后 进入了山脉之中 喂 洛鸣 让我好好看看你的实力吧 不然的话 我还真的不服气啊 夜长安抚团长 如此看重你 赵以士玩味地说道 洛鸣没有说话 他提起是天枪 血色煞气缠身 众人纷纷变身怪兽 朝着山脉之中突入 是 洛鸣一枪扫出 一头燃烧着火焰的人头般大的鱼 被他一枪定在虚空 太阳鱼 这玩意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拿出去卖价格也是不菲 邓白奎笑着道 洛鸣面无表情地收枪 太阳鱼的身躯 瞬间整个均裂成碎片 好 就在这时 一阵响彻云霄的吼声 在整个山脉之中响彻 四面八方的岩浆 都开始沸腾起来 好似潮水般翻滚涌动 是熔岩巨额的怒吼 邓白奎面色一变 这吼声 熔岩巨额 特么地不止一头 果不其然 只见不远处的山栏之上 岩浆好似瀑布般垂下 在山栏之巅 一个巨大的影子 浮现在众人的眼前 熔岩巨额 青铜色的皮肤 流淌着和岩浆颜色一致的纹路 他趴在山栏之上 张开血盆大口 仿佛能吞下日月星辰 好 伴随着那头巨大的熔岩巨额 发出怒吼 越来越多的熔岩巨额 从四面八方浮现 将洛明等人团团包围 只是 这些熔岩巨额 并没有为首的 那头这么大 气势上也弱了不少 可胜在数量繁多 一群黄金级的熔岩巨额 还有一头钻石级的恶王 没想到 是我低估了这些家伙了 邓白魁目光凝重地说道 明城小队 你们撤出去 这些怪兽 不是你们一支队伍能对付的 让外面的四支队伍都进来 邓白魁赶忙吩咐道 不用这么麻烦 说好了 由我们明城来清场 那就由明城来解决 哪管他天塌地陷 洛明淡淡地开口 他踏步朝着三头 熔岩巨额走去 岩石轰鸣 地表震荡 岩浆飞射而起落在洛明的身上 可瞬间却是被他那一身血煞之气蒸干了 好 三头熔岩巨额看见洛明朝着自己走来 发出一声猙獰的咆哮 便是朝着他飞扑而来 一头黄金级四阶 一头五阶 还有一头三阶的 那就一起吧 他单手转动是天枪 砰 猛地刺出 刷 血色枪影划过虚空 顿时三头熔岩巨额被他一枪给串在了一起 还愣着做什么 两位 动手啊 洛明转手 对着两人开口道 呵呵 好一个名城小队 够伶俐的 邓白魁嘴角一掀 这架势 是想要单挑这里的全部怪兽了吗 哄 此时 两道光芒覆盖在二人身上 A级怪兽 双脚一龙 SS级怪兽 铁甲金无 哄 两道身影 朝着那头熔岩巨额王扑去 清场了 洛明大喝一声 挥舞着长枪朝着鱼下的熔岩巨额冲去 赵已然等人也一起出手 本章完 第139章 熔岩巨额王 怪兽与人类 哼 都进去了 那么 也是时候开始 瓮中捉鳖了 山脉最深处 一道人影大步行走在赤红的岩石之上 他身穿西装 打着领带 脚踩皮鞋 看上去打扮得一丝不苟 而在他的身边两侧 则是匍匐着一排的熔岩巨额 不要恋战 准备时刻逃跑 他隔空对着熔岩巨额传念 好 熔岩巨额 张嘴踏出灼热的火焰红流 朝着两人扫去 而后 双脚一扑腾 便是朝着铁甲金吴冲去 铁甲金吴 和赵约然的千足黑吴不一样 他没有虚幻的身法 只不过 却有许多手臂 这赵约是八条手臂 都拎着金刀 舞动起来速度快的你 完全看不到他的影子 当当当当 刀痕落在了熔岩巨额的身体上 竟然只能 斩出一道道的白痕 可见这家伙的身体有多坚硬了 啊 双脚一笼 张开血盆大口 吐出湛蓝色的光团 朝着熔岩巨额轰去 他挥动双翼 腾空而起 而后从天而降 力找死死刺进了熔岩巨额的表层肌肤之中 好 巨额怒吼起来 疯狂地挣扎着 要把他甩飞出去 是天神枪 哄 下方的战场中 血色洪流奔涌而出 将一头熔岩巨额 给一招打得四分五裂 明成小队各自为战 全面压制了熔岩巨额 可是洛明却不由得骤起没来 这任务好像简单的 有些过分了 赵乙氏两人 也已经全面压制了熔岩巨额 照这个趋势 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这时 那熔岩巨额王发出一声咆哮 煞时间 余下的熔岩巨额 竟然飞快地朝着远处汇集而去 一头扎进了岩浆之中 好 而熔岩巨额王也是 发出怒吼 下方的岩浆翻滚飞射 洛明等人赶忙四散躲开 哄 一道道岩浆宛如天柱一般螺旋上天 而后朝着赵乙氏和邓白魁 两人轰击 两人飞快地闪身躲避 趁着这个空隙 熔岩巨额竟然朝着远处逃跑了 追 两人对视一眼 朝着这头熔岩巨额追去 这是这次任务的目标 可千万不能被他逃掉了 随着熔岩巨额逃跑 两人远去 现场的氛围开始变得寂静了下来 唯有岩浆鼓鼓流动的声音传出 以及 哒哒哒 一阵阵脚步声传来 洛明猛地抬手 只见一道黑色的人影从天上一跃下 抬拳就朝他砸来 哄 洛明怒吼一声 血色煞气翻滚 一拳朝着对方砸去 一拳过后 两人竟然同时退开 洛明退了五步 而那道人影不过在半空之中翻了一个身 便稳稳地落在岩浆中心的一块石头上 他轻轻打来的响指 嗡 陆宁怀中 某样物体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旋即 便见一只手杖冲出他的口袋 悬浮在半空之中 金丝乌木瞬间炸开 只有两颗赤色的金石悬浮着 而后他再度单手一挥 四面八方的岩浆都翻滚起来 冲上半空中 和这两颗金石接洽 合二为一后 岩浆便被活生生冻在了半空中 一个人工的巨大牢笼也就此成行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园 赤火山脉 那西装革里的人影 一步一脚印地踩在岩浆上 朝着洛明等人走来 这是你第一次来我家吧 小宁 陆宁咧嘴一笑 露出宛如林家大哥哥般的和煦笑容 陆宁哥 为什么你会 陆宁面露疑惑之色 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这赤火山脉是我的地盘 而我是引领这一切熔岩巨厄的 唯一阵亡 随着他打了个响指 岩浆之中 方才隐秘的熔岩巨厄 也一头一头地钻了出来 所以 刚才和邓队长他们战斗的那头 熔岩巨厄不是熔岩巨厄王 洛明反问道 冰果 答对了 那是我的左右手之一 现在的他们 应该和我的两个副将打得有来有回呢 短时间 是赶不过来救你们了 陆宁调侃道 所以 你才是熔岩巨厄的王者 陆宁汉首 小妮 你可能不知道 当初你姐姐传出来的那张照片的含义是什么 陆宁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残破的照片 在漫天的火焰中 有一头熔岩巨厄放手嘶吼 仰天长笑 这张照片的重点 从来都不是熔岩巨厄 陆宁的瞳孔一缩 重点是 岩 他看着那漫天的火焰 瞳孔剧烈收缩 是啊 就是岩 是你的姐姐在提醒你 小心我 可惜 你太笨了 一直察觉不到 陆宁摇头叹息 所以 杀了姐姐的 也是你 陆宁攥紧了拳头 是我 哎呀 真是危险呢 差一点被你姐姐 发现我的身份了 所以我只能宰了他咯 陆宁一脸无所谓的 撇撇嘴 我不得不承认 你姐姐很强 真的很强 我和我的两个副手 一起才看看将他拿下 那一战 哪怕是我都伤得不轻 无愧你陆家天之娇女之名 陆宁点头 他捋起刘海 发际线处 有一道猙獰的刀痕 这就是你姐姐留给我的伤口 他指着这一道刀痕说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杀我姐姐 陆宁愤怒地质问道 我们陆家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为什么你要杀我姐姐 然而 陆岩却是点点头 你错了 在身为陆家的养子陆岩之前 我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这赤火山脉的王者 容颜巨恶王 你要导清楚 前后因果关下 陆岩轻笑道 闻言 骆明星头一阵猛跳 你的意思是说 废墟之中的怪兽 陆岩点点头 人类借助怪兽之力 变身怪兽 那么 我们废墟中的怪兽 又为什么不能借用人类的力量 变成人类呢 听到陆岩的答案 所有人都瞬间 倒吸一口凉气 怪兽 在进化 夏青城难难自语道 怪兽中一定存在着 一个像炎黄科技的组织 他们利用人类的尸体做研究 就像我们利用怪兽的尸体一样 赵已然开口 众人不由的感觉 几被一阵发麻 若是野外的怪兽 能变成人类 而且还潜入墙壁之中 人类的科技 还检测不出来 那事态该有多么的严肃 本章完 第140章 双子孔雀 圣者已去 王者当初 哄 巨大的熔岩巨恶王 仰天嘶吼 洛明等人 齐齐被震退了出去 陆岩的实力是 钻石级六阶 可熔岩巨恶王的等级 是SS级啊 他一个人 可以垂死两头 同等级的熔岩巨恶了 若是陆岩早早出手 邓白魁两人都要嘎在这里 本来 我只是杀小宁的 同样是在这个地方 你的姐姐就死在这里 可惜 你们偏偏要一起凑上来 那你们说 我不杀你们 留着过年吗 洛明 你也算是人类中顶尖的天才了 你死了 对我们所有怪兽来说都是好事情 包括你们所有人 都是天才 所以都死在这吧 容岩巨恶 这家伙的阳天长啸 滚滚阴波阵的整个岩壁都在翻滚 退开 找办法逃出去 洛明大喝道 这家伙的实力 不是我们可以对付的 洛明冷喝道 退出去 做梦呢 你觉得 你们退的了吗 哄 凝固在半空中的岩浆 瞬间融化滚动着 将众人的退路死死挡住 而后地底的岩浆上浮 慢慢地将岩石覆盖 洛明他们的落脚空间 也变得越来越小 出不去 洛明脸色一黑 打也打不过 出也出不去 这绝对是死局了 小心 此时 只见熔岩巨恶王朝着陆宁猛扑了过去 哄 洛明抬手将是天枪投掷了出去 却被对方一爪子拍开了 碰 陆宁被一只巨大的爪子按在了身下 你死了 陆家就是我的 放心 我会替你照顾好你的爸爸妈妈的 争取早日送他们下去 与你们一家团聚 熔岩巨恶王大笑着说道 他那巨大的利爪 扶过陆宁的肌肤 一个男孩子 却生得这般好看 嘖嘖嘖 陆宁 你可能不清楚 其实你姐姐从来没有指望你 为他报仇过 可能他潜意识里 就觉得 你是一个不成器的弟弟吧 你知道当初他死之前 是怎么说的吗 他求我放过你 不要对你动手 临死之前 他竟然不是求我放过他 而是求我放过你 你说搞不搞笑 陆宁巨大的瞳孔中 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讥笑 很有意思吧 在他心中 你还是那个处处需要被保护的无能地点 没了他的保护 怕你被我玩死啊 陆宁咬着牙齿 瞳孔剧烈收缩 所以我特意给他留了一根手臂 嘻嘻嘻 没有把他整个人吃掉 不然你姐姐的口感这么好 就连骨头都是香脆香脆的 我真的舍不得留下一点哦 容颜巨恶王吃笑 他望着陆宁那似绝望 又似不敢置信 又似愤怒的眼神 心中无比舒畅 杀人先诸心 我要这小子在绝望之中死去 不然 对不起我额头上的这道伤口 陆宣 我这就送你们姐弟在地下团聚 哄 他抬起了手 朝着陆宁拍去 可就在这时 一声轻蹄声响起 陆宁身上绽放出金色的光芒 一道流光朝着一旁闪过去 堪堪躲过了容颜巨恶王的这一招 S级怪兽 圣者孔雀 陆宁面露亚裔之色 你姐姐倒是时常说 你身上的光芒很温暖呢 可惜 温暖救不了任何人 甚至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S级怪兽 圣者孔雀 其实和之前苏暗清觉醒的S级怪兽 清与灵露很像 都是治愈辅助系的怪兽 战斗力并不强大 但是 相似的是圣者孔雀 而不是陆宁 你说的对 温暖的光就不了任何人 如果想要保护些什么东西 那就只能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 或许我 已经有些明白姐姐的用意了 她是女孩子 绝对不像表面上看上去这么的勇敢 她只是 用自己勇敢的一面 包裹了脆弱的一面 因为她要保护我 为了柔弱的我 她要变得勇敢 而现在 我也要保护我的学弟 所以 很简单 陆宁的眼中 闪过锋芒 我是一体双圣 不仅是圣者 还是王者 那么 我入魔就可以了 哼 一阵阵黑光 自陆宁的周身冒出 覆盖了她身上 璀璨夺目的金光 这是 和我一样的情况 夏青城面露惊讶之色 她有冰凤炎黄 而陆宁 则是双子孔雀 治愈系的圣者孔雀 和操纵系的王者孔雀 黑色雾气包裹了她的身体 璀璨华丽的羽毛 瞬间被镜默染黑 一头浑身漆黑的孔雀 从雾气中走出 黑色如王者加冕般 看上去显得更加的高贵了 站起来 陆宁淡淡地出声 哇 一个个黑色的漩涡 出现在岩石的表层 而后 一头头浑身冒着黑气的熔岩巨鳄 从地底浮现 这些是 之前死去的熔岩巨鳄 落明面露惊讶之色 通过转换 竟然被陆宁学长支配为己用王 好惊人的能力 熔岩巨鳄王看着一头头 朝着自己逼近的黑色巨鳄 嘴角抽搐不已 脸色也是变得无比难看 你个小废物 竟然敢动我的手下 我一直在害怕亡灵的力量 也一直觉得 这是不祥的力量 所以不敢触摸 隐藏在心中 离得远远的 可现在我才恍然醒悟 没有什么力量是不祥的 真正重要的是掌握力量的人 只要这份力量能保护我身边的人 那就是好力量 所以 陆宁 我不允许你对我的学弟出手 也不会再让姐姐的悲剧重蹈覆辙 我要在这里 杀你 陆宁的目光微沉 旋即便是朝着陆宁冲去 该死的咋种 你以为 你以为就凭这些垃圾 就能杀了我吗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陆宁愤怒地大声咆哮起来 我是你们的君王 你们竟然敢对我出手 找死 碰 他巨大的尾巴一甩 十几头黑色的熔岩巨鳄 就被活生生地拍成碎片 即使他们可以无限复活 无限重生 可他们的实力 也根本伤不到我 想靠这个击败我 简直是天方夜谭 滚 巨大的熔岩巨鳄撕开一切 朝着陆宁冲来 或许你说的没错 但我也没有天真的觉得 他们就能对付你 你说对吗 姐姐 随着陆宁的话音落下 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出现在岩浆的表层 陆宁瞳一缩 难道说 你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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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